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9日 今天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一篇文章 披露继中国阿里巴巴 女员工遭到上司性侵之后 说弟弟出行 也爆出了丑闻了 一名微博叫做投诉弟弟上级被开除的单亲妈妈 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述自己的遭遇 被带到饭局灌酒 指控自己遭到高层级政府部门领导的侵害 你看现在不是孤立的事件了 昨天我们知道我们讲到了关于阿里巴巴 也看到了凤凰网8月9号的消息 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CEO张勇 凌晨在阿里内网 自己的网站上公布消息了 这么快 这个公安刚离案 检察员还没批复 这个法院还没判呢 就现在开始处理了 公布了女员工被性侵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处理阶段 你看 说是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 李永和和资深人事专员 这个徐坤已经就辞职了 阿里巴巴首席人才人力资源部资源官叫同文宏击过 设施南运工辞退了 已经定罪了 永不录用 你看 其是否存在违法问题 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这个自想矛盾了 还没还没查清事先把人就开除了 阿里接下来继续在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和行动 那三个方面 一开展对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员工 权益保护的培训和调查 开通专门举报通道 员工的举报将在确保隐私受到保护前提下 用专人跟进 你看 还设立这么一个工作机制了 二 对性骚扰零容人 由外部专家和员工代表共同制定 反性骚扰行动准则 第三 旗帜鲜明的反对丑陋的陪酒文化 不分性别 阿里巴巴误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 下边还是张勇公布的这个全文 一个决定的全文等等 那么这个事就是还没完呢 这边就阿里 这阿里这个事 这个事刚刚开始 你看这又弟弟又出现了 据自由时报今天报道 弟弟也爆发了 这个爆出了性侵案 单亲妈妈或遭多名政府的官员 灌酒迷接 投诉弟弟上级被开除的单亲妈妈 这个名单的单亲妈妈指出 当时也都是被带到公司高层 或大客户的饭局 并且其中还不乏当地的纪委干领导 政府部门领导 说在饭局当中 客户不断地要求他喝酒 喝完红酒餐白酒 在意识模糊之际 客户已送回房间 为理由将他带去另一私人饭局 他写道 他只记得十几位缺死男性 接下来就失去意识 等再醒了脸上都是伤 他透露 我不敢想象这些人 在我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对我做了什么 你看这也出来了 你说为什么这么巧 现在突然间不仅是阿里也出事了 弟弟也出事了 其实就我在上个世纪在国内工作的经验 这种情况应该是存在的 那不论是民企还是国企都有 这个主要是观察这种官本位 这个政治制度造成的 官员权力太大了 企业办事都要求当官的 请当官的来 来的时候他可能又找一些 或者自己的员工 或者其他一些认识的人 包括一些女性 来这个陪酒 这个情况其实是早就存在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间掀起一股浪潮 那就是为了官方 中共操控媒体 要在一个大的政策出台之前 需要铺垫 就是关上国门之后 搞这个所谓内循环 自己玩 这个国际社会要将来脱钩 这个要切割 这时候就需要什么 抢夺民营企业财产就开始了 千万不要以为他仅仅是调查 所谓的什么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 不是这个问题 那么简单 如果这么想的话 就太浅三次了 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一个动作 矛头对准 先富起来的 有钱的领军人物 就是阿里巴巴或者滴滴出行 还会有更多都是民营企业 保证不会针对国营的企业 那个另当别论了 那么这篇报道 今天这个发广的报道介绍的很详细 它讲 后来这位单亲妈妈到姓化南昌拍出所报应 警方不让这个女子看监视器的画面 更不让她拍摄 警局的笔录做了四小时 一遍又一遍的核对各种细节 让痛苦受害者痛苦不堪 后来滴滴的事也到了警察局 他们要求陪同听笔录 当着他们的面叙述这些罪恶 其实不应该将他们当面叙述 也不要反复叙述 这些事按照正常程序该怎么做 平常就应该管理 而不是等到现在 总共需要操控媒体 为一个大的政策 倒退政策进行铺路的时候 再来宣传 我讲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否定要调查 任何的刑事案件 随时发生都随时的报案 随时的进行治理 那这篇文章讲说 这位单亲妈妈坦言 这些人受到制裁的成功率不大 因为都是有钱有钱的人物 也曾经有很多媒体 想他帮他报道 单独与弟弟有业务合作 所以报道选题被否决掉 就不太清楚这个事的时间点 是哪一天的事 到底是过去的 是现在多长时间 他怎么报警 很复杂 自由时报说 这位单亲妈妈 被弟弟开除后的半年找工作 都被问到离开弟弟的原因 而无论怎么解释 最后都无法被录取 他抨击弟弟的行为 形同依赖生物 把受害者污名化 当然对这些案件 不论是国营的 还是民企都应该按照法律来处理 但是现在给我感觉 忽然间拿出这么多的典型 一个吉利一个 而且大得民心 他这样宣传肯定整肃民营企业 不论是阿里巴巴还是弟弟出行 那都是保证老百姓是拍手称快 这个很快将掀起一股浪潮 针对民营企业 给我的感觉 这是一个大的整肃 中国民营企业 抢夺他们的财产 官养他们的法人 甚至要 这些案件要涉及很多的人 很多的丑闻都会一下子冒出来 满足习近平统治下的 这种不是国际民退了 是彻底吃掉了 这么一种 这个生态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这个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